各位照看师大家好,我是佳佳 我是新苹果 这次的开场是由黑佳佳老师开始 代表是佳佳老师的主场 想必大家都还记得我们之前推出过一个 气的小游戏 那么今天佳佳老师要带给我们 什么新的围棋小知识呢? 今天我要全新帮给大家 一个围棋新的游戏 叫做掌握教吃 教吃,听起来让人蛮有食欲的 就吃的不闷 对,没错,它其实跟吃东西有点关系 但是它是吃琴子 那么教吃呢就是让对方的 气子剩下一切 那么下一首我们就可以把它吃掉了 吃的话是我专场的 所以我今天就让佳佳老师来体会一下 我这个高徒的厉害 好的,那我们食不宜吃 马上进入新手教学的部分吧 好,那么一样从游戏画面 进入,可以点到新手教学 新手教学画面 好可爱哦,上面有一个佳佳老师 没错,今天要来教大家 就是围棋里的教吃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白棋这颗子呢剩下两气 那么黑棋呢再解开一气 就叫做教吃 哦,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剩下一口气的时候 就叫做教吃,对不对 对,那么接下来下一首呢 黑棋就可以把白棋给吃掉了 啊,所以教吃就是吃掉的 前一步的动作 没错,哦,所以这是一个围棋的 基本的进攻方法,对吗 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诀窍 好,那么在练习题之后 所以就是由我来啦 那我就是要封住他的气 对,我们可以看到白棋这颗子呢剩下两气 裸丹的 很棒 被夸张了 他要说吃是我专堂的吗 好的,那么以上呢 就是新手教学部分啦 想必大家一定觉得 这么简单 我一定可以办到 不过 我们后面还有更困难的关卡 在等着大家哦 好了,那以上就是新手教学部分啊 想必佳佳老师对我这个高途 应该是颇满意的吧 是的,我觉得第一题就答对了,真的很不错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还有更多更困难的小游戏的关卡来挑战 大家不要错过咯 谢谢大家